《劉政耀》 另外我們也要來請我們的劉政耀 劉老天啊來給我們做分享 大家早 早 全場市長 我叫劉政耀 我叫劉政耀 我是 我是二十四年市長 今天 我已經82歲 如果說農曆來說是83歲 有華東朋友說 因為原來是這樣 原來我是腰酸被痛的 我也是 我也是經常在運動的 但是呢 開始的時候啊 腰酸非常痠 從此呢 我也到過 各大家 各大醫院去做不見 也到那個 普通的那些 整錐的去做 結果都沒有效果 然後呢 有一個基隱的碰到 我們得光鑽石 介紹我的新產品 然後呢 我才把這個 搖酸被創造的問題 今天為什麼我會 這麼大的年紀 來 做這個場景呢 因為我覺得 雖然年紀大 但是我是覺得 因為我用的 這個產品非常好 我想把它 分享給我的好朋友 但是有一個問題 譬如說 有些人 不了解 他們不接受 其實 問題在哪裡呢 其實我們 開始的說 變不了解 我們的產品 所以 變成他們 不了解 所以才會誤解 所以這一點喔 在心理上 有一點那個 比較 比較說什麼 會 會有挫折 我分享的時候 大家都是說 欸 那個 傳銷的人 不要對我講 只要傳銷的人 他就反對 所以這個問題 我是覺得 這個問題是在哪裡 是在我們自己 因為我們不了解 所以 沒有辦法解析清晰 所以他們也會誤解 意思是說誤解 所以我今天呢 我是為什麼要走這條路 我是有一個請 以前我 我對於健康 我沒有注意 我老伴 那個 從我老伴走了以後 他是怎麼走的 他是 開始的時候 他是 那個 走路都會轉 那我都 我都 因為平常 我們都不會見 走路會轉 然後休息一下 你跑來 但是他不是 他走的一些 我就沒有這個概念 但是等他走了以後 他怎麼走 他差 切氣切 用氧氣 就是一位晚 也不能講話 不是說花了錢 他是救的回來 沒有 花了一百多萬 他還是走 所以我後來才感覺到 我們的健康太重要了 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 以前我都沒有這個概念 當時準備說 我退休以後就是 退休 但是他走 一直去玩 但是結果不行 所以我才覺得說 年輕大了 一定要健康 我今天為什麼會做這個 把這個分享給大家 就是因為後來我再接觸到這個 那以前我老實說 文昌先生就叫我吃 我就吃 我就沒有想說要不要做 但是後來我覺得說 這麼好的 體會到這麼好的產品 不分享我 我是覺得非常可惜 所以我今天才會說 那個想辦法就是說 就盡量去分享 我的問題就是盡量分享 而不是說我想賺球 我並沒有這個心態 我要看到的是我的朋友 我要去做輪流 因為我現在出去的時候 我一看那個公園 推著走的 我非常難過 所以我期許自己 我覺得以後 我絕對不會去做輪流 如果要走的話 就是很快走了就好了 對 所以平均 我們上課的時候也知道 平均中逢要互傳七年 七年就這樣子 所以我們上課的時候就說 病久了就沒有孝須 本來就是這樣子 現在的社會 孩子都是要 自己有要照顧的 哪有時間跟你那個 我有一個例子跟你講 跟大家分享 我老家 我老家 隔壁 有一個老太太八十七歲 她互傳迎酒 她痛的時候 她在叫 叫她的兒子 兒子在外面怎麼說 又來了 又來了 她也沒有要照顧 我說覺得這個 好可憐 好沒有遵義 所以我期許我自己 我絕不會走 不要走這條路 我一定要贊成 所以我盡量去分享 今天的這個 我們的產品太好 所以我這一點 我的感觸不是這樣子 所以希望我們盡量去管身體 然後去盡量去分享 就是這樣子 今天 今天 像 大紅 拜託 拜託 就一個掃 祝福大家 身體健康 謝謝 我沒有吃產品以前 我是爬樓梯都會 會腳會 膝蓋都會被刺激 然後 曾經腰痠 腰痠 腰痠 然後我去各醫院 各大醫院 各大醫院的 骨科去看 去做復健 都沒有好 我跑了很多間很多間 甚至私人的那個推拿 都做了 都沒有效果 後來一個雞炎 我是碰到 方蘭鑽 他介紹我吃 開始的時候我是說 送給我的時候 我一看那個價錢那麼貴 我又不知道那個 所以我根本就沒吃 就是出去去布拉格 那個捷克那邊去玩回來 他還問我說 欸你有沒有吃啊 我說沒有吃 因為只看價格 我們都看價格 對 因為我 我向來我是不接受 這個沒有理由的接受去 人家鎮語啊什麼東西 我沒有這個習慣 所以後來他就叫我試一次嘛 我就試了 試了以後 後來慢慢的 膝蓋就有力氣了 但是後來又有一次是 追尖盤突出 因為其實我做復健的當中 那個那個復健醫師也說 如果是你痛的沒有改善 你一定要去看看 檢查一下 該開刀呢 你就要開刀 後來因為追尖盤突出嘛 嚴重 所以我就去開刀了 開刀呢有一次是開錯了刀 然後呢 再開第二次 那我一 後來又 就回來 開刀以後 我就回來吃我們產品 去慢慢恢復 所以讓我覺得 我們的產品就是很好 又上課 我們上課的時候 我慢慢再了解 以前我根本就 反正來就吃了 後來我這一年裡面 我才認真地去上課 認真地去追我們的產品 為什麼會有這種機制出來 然後越來越了解 越來越了解 然後才對產品才更有信心 所以我現在 那個因為我碰到過 我內人重病以後就走了 然後那我覺得說 健康太重要 年齡大的時候健康太重要了 所以我才想說 我既然有這個 得到這個好的 這麼好的產品 我就想辦法 要把它分享出去 我不要看到我的朋友 這個做輪流 我現在外面去看 看他做輪流 我很難夠 所以有一種叫死命感 因為我覺得年紀大 既然年紀大 那個有一個名人是 怎麼慢 他講了一句話 他說 生命的價值不在長短 而是在你對別人的貢獻有多大 所以讓我覺得說 我這種年齡 我還可以發揮我 所以我就是想把這個介紹出去 但是難免有碰到好多挫折 因為不了解而誤解 尤其是 我也想想 這是我個人的問題 我沒有搞懂 所以我沒有說清楚 這個不能怪他們 所以我現在認真學 也認真去分享 我可以得到健康 我也希望我的朋友 不要再 也是健健康康的 那我也期許我 我不要做倫理 我一定要健康的活下去 所以我現在 就站在這個 這個分享的這個立場 去分享 就是 就是這樣子 我現在的目的就是 我不再賺錢 因為賺錢 有錢沒有錢 這個我覺得都沒有意義 最重要的 要活的有意義 我是覺得這樣子 謝謝大家 我希望 讓我們的公司的產品 能夠 去 讓更多的人 去分享到 得到更好的健康 也祝老爺身體健康 再談心找回 你藥的健康 謝謝